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话我不承认就是说训练是比不上以前的 但是他的科技化也预入在激进的 你像至少我们什么天宫了熊二了熊二一了 这些都是还是蛮有效的武器了 这个我们的防空系统虽然拦不住你的太空下来的这个高音速导弹 高超音速导弹是拦不住的 但飞机是拦得住的 所以你要真的没有把雷达全部消灭了 飞弹全部消灭解放军的空军是也受伤蛮重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的海军今天讲的那些话 我已经不能躲到太平洋去了 那我就要决一死战了 决一死战 各位千万不要看最近那个军演的电片子 两个船靠在一起 对 一千八百吗 不对的海军作战 一死大战是这样的炮打炮 嗯 所以箭炮越发展越粗 现在你看所有的军舰箭炮越来越小 嗯 数量只有一枚 是 在船头呢有一枚 那个那个是打打靠近边上的这个小艇的那些东西 都是靠导弹 嗯 我们有反舰飞弹 嗯 我们有鱼叉 我们有这个鱼雷 嗯 都是海上作战的武器 嗯 老公也是这样 所以根本就隔在巴士海里一般海里就干起来 看不见对方 看不见了 现在 现在的海空军的作战都叫超视剧作战 嗯 各位都喜欢看战争面看多了 喜欢看Top Gun 屁股咬屁股啊 这个叫dog fight 狗打架 对 狗dog fight 嗯 因为 你是以为这样才打得到人家 嗯 现在都是飞弹对飞弹 嗯 我不想唐强龙你小时候看过一本小说没有 我很喜欢看 叫鼠山剑霞传 嗯 我没我没看过 哎呀太精彩 我爸爸看过很多人 鼠山剑霞传 第一集是武侠 武侠 就是拳术对拳术 嗯 到第二集这个作者突发奇想就变剑仙 嗯 剑仙像不像现在的这个 导弹 他一直呢 剑飞到天上 你们看那个 捏小倩言的那个 倩女幽会 倩女幽会 他那个剑在天上飞 去天上打 嗯 然后有什么阴雷就跟原子弹一样 爆炸起来史上不得了 嗯 还有太空吸收太空的磁性 又发展什么武器 我我从小看这个 等他大了到现在一看 我想哎哟 这个作者已经 想象力很重要 想象力已经把 都实现 都变成实现了 都实现了 我想上年纪一点的听众 你一定会想 你把我的话想一想 所以武侠就中国科幻 哎 那个科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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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现在的武器表演了 淋漓尽致 上飞九天到太空 下到深海 那个 那个 苏山街上都有啊 所以这个问题啊 产生产生的 嗯 是 不是像老公宣传 那么一 一把就给你马干了 嗯 因为他关键是说 你登不登陆 嗯 登陆有困难 陆军要登陆多少 才能统领台湾 嗯 那这个过程 就不是 首战区决战的 老兵封船 什么三天就结束了 一个礼拜就不可能了 对 老公的飞量 可以打我的雷达战 嗯 但你看最近 国军也演示出来 激动雷达 嗯 用卡车带的 是 我可以躲到隧道里 嗯 当然 比不上 原来政定那么多了 这就是看我们的战备准备 嗯 我倒不怀疑陷域军人里面 他抵抗跟作战的能力 我怀疑政府 你已经看到这么危机了 嗯 你要不要从计划修改 国安政策的宣改 修改 这个部队的部署的 这个重新部署 加速量产 这些要不要做 如果你国安团队 你看 那个国安局长还在搞论文的话 那 我就不相信你 那个团队能够 嗯 对现在的国军做 指导 我既然讲 老公犯台的时机不成熟 嗯 你或许有个三五年到八年的 喘息时间 嗯 五年八年是怎么来的 我怎么算 因为美国现在没有办法拦住你的东风17英级21 我必须要有五年的时间搞出来一个拦截的飞弹 能够挡掉中共的这个超音速超音速飞弹 那我的航母才能发挥我的作用 嗯 才能够介入台湾的资源跟日本的韩国的资源 嗯 那这五年七年也是中共最后的机会 那所以这五年机会 那习近平这几天还还在准备二十大 嗯 在北戴河 对 都都没有讲话 嗯 台湾安危可以参考看看二十大以后 习近平的政策指向 嗯 或者美中关系的指向 嗯 两岸关系的指向 嗯 这个可以参考 我猜美军参考是二零二七 嗯 五年 那五年 他说他会动手 嗯 他会在下一个任期内动手 嗯 这就是可 可能性的揣测 但是五年七年你要看 美书 中 这个大环境的变化 对不对 那台湾 他今天讲良心话 他不抱和和平的希望 嗯 为什么 因为这国民党也 也不成气候了 没错 他已经看衰女 嗯 所以这个问题 他直接诉诸台湾百姓 对就是这 这是我最担心的 就是当事情发展到今天的时候 我就我们起码认识到 就他意味着两岸的政治是失败的 第二个就是说 在演训的过程当中啊 我觉得 我的大陆所透露出来的态度 就是他不再寄希望于台湾的老百姓 基本上面呢 不管谁当权 他认为两岸最后终究是要做军事斗争的准备 对这个呢是大家要要非常非常提防 他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就是我已经我已经不抱着对于这种对话 所谓和平的嘴巴上算讲合同吧 包括他最近呢 刚发布的白白皮书 里面还还是呢 那那那四句话 一个中国九二共识 然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虽然还是这16字在那边讲 可是你看他的实际的动作上面啊 他对于合同是越来越不抱着希望的 军事斗争的终极准备呢 是他一定做的 好那这次的演习的过程当中 我问之前呢 台湾的海军会不会太弱 对 未来呢 未来台湾要如何 借着这一次的解放军的军演 台湾未来会如何补强 因为海军呢 讲难听一点 他强弱跟盾位数有关系 盾位大的他装的东西多 盾位小的装的东西少 嗯 这个我就想到当年有一个有一段插曲啊 那个是我们不是康定舰派利其成功号 那都是两三千顿矩 对大概三千顿左右 你看那个那个拉帕业买来以后 雷达撞不上去 都太小 太小嘛 而且雷达还有电子的干扰嘛 他一定要有个距离嘛 我不是这方面专家 我只知道撞不上去 嗯 那后来海军总部的参谋长 我现在不讲他名字了 我当立委 他跑来要争取 这个提康德罗加号的那个 嗯 美国的这个淘汰 那个时候我反对 嗯 因为我在国防委员会嘛 嗯 我说你买那么个成年老旧的 已经封封尘的军舰干什么 他到我旁边谈了两个钟头 他说啊 我们康定舰也好 派里舰也好 都是三千顿级的 嗯 他的防空飞弹是短的 嗯 就像两个刺猬还不能靠拢 对不对 他他是一个小的网 他买一个大的这个提克康德罗号 就基隆号的四条 就可以提供一个标三更高的 标二的这个更高的一个防空伞 他说这样的话可以带着船团出来作战 嗯 因为我知道以前 九六飞量危机那个时候是为了保全海军的实力 都跑到日本了 我太平洋 没有错 叫super 没有没有错 那就是我跟海军常常吵架 那你跑出去了决战的时候 有你没你不是没有 嗯 你出去被拦一次 回来又被拦一次 嗯 你还没到台湾参加决战 你就已经被打干了 打光了 对 就一有紧张的时候呢 台湾军方的反应就是说飞飞机往后面挪 哦 然后呢 那他 他 我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攻击型的 哈哈哈 他说我这个还可以 嗯 带着船到北边去迎战日本或者是那边东海舰队的这个作战 嗯 他说哎呦有作战能力啊 嗯 支持嗯 那个时候海军也很辛苦啊 嗯 解封要一大笔钱你知道吗 嗯 这个船到处都被有黄油包的 被油封了 嗯 我们海军干兵很辛苦 派了很多人跑到站上洗甲板啊 拆黄油 嗯 没钱嘛 所以买了这四条 这四条来 好处是他有 可以装置很多飞弹呢 雷达呢 嗯 但是 你跟人家的万顿大去比 你已经是太老旧了 对啊 像0055实在是太太太 那个055已经威胁到美国了 没有错 美国的 现余的提克康德罗号都要退伍了 26条都要退休了 没错 他用伯克级来代替嘛 嗯 所以美国还要 也在想办法要找一个 能够撑起来的这个 巡洋舰跟驱逐舰的空隙嘛 嗯 目前是用伯克级嘛 他们海军也在研发嘛 因为 因为这个是有攻击性的 他这些船什么可以带 防控飞弹也可以带 攻击性的飞弹 嗯 所以 海军对海军来讲哈 嗯 老共也不会放在第一步 他一定是空军跟导弹的打第一击 嗯 所以 台海战争一发生了 我们还看不到 看不到登陆艇 嗯 嗯 因为他没有解决你 暗机的反舰飞弹 暗机的防空飞弹 他不会触动海军嘛 那这个是我们的海军在港里面 已经承受打击了 嗯 那你是殊婆呢 还是不殊婆 嗯 对不对 那你是 存活到后来的海军的舰制 必然是用空箭飞弹去打 老共登陆艇嘛 登陆艇嘛 嗯 所以这个问题 我不晓得现在海军能不能研究出来 嗯 这个如何让海军保存实力 嗯 因为你停泊在港口里的船是悲惨的 嗯 嗯 嗯 我们甲午战争里面 在旅顺港里面的海军 就是被炮被擠掉 擠垮了 嗯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啊 有带国军去思考 嗯 那我们以前也商量过 说拼一死战嘛 反正 留的也没有用了 你 但是问题是 你会不会对象啊 嗯 人家海军先不先来 嗯 他避掉你这个嘛 我用空军对付你嘛 我用导弹对付你嘛 嗯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啊 我敢预测 未来 我们传统说 看 厦门港啊 泉州港啊 什么 这个青岛啊 有没有大 大批的共军 见识集结 这个情报都可能 都不是这么的重要 不能够作为判断 对 所以海战的问题啊 我觉得 重要性 比不上陆军的持久作战 跟海空的决战 空军的决战 好 你怎么看 蔡英文总统 这一次的危机处理 我觉得是很糟糕的 你是跑到那去 老个军吗 嗯 你应该把 国防部长 参谋总长 各军总司令 跟你的国安团队 坐下来 他连他连这种 宣宣示性的动作 都没有 都没有 宣示什么 谴责人家 嗯 在跟美国 国际上会支持他 没有用的 国际支持 我们不是乌克兰 乌克兰旁边有 罗马尼亚 有爱沙尼亚 有这个立陶宛 有这个 这个波兰的 这个陆路 嗯 资源啊 还有北约在后面 蠢蠢越动啊 嗯 他的 回旋空间大 嗯 不管他 民兵部队吃了败仗 他还退了再打 退了再打嘛 嗯 对不对 所以 我最不喜欢看台湾现在 号称什么 对称 非对称 回扯弹 非对称不是你这样定义的 嗯 我的非对称定义 你说 就两个例子 一个战法上 战略上的非对称 嗯 我举两个例子 一个 毛泽东 解放军很弱的时候 国军去围剿他 你来我走 你走我来 嗯 我一大吃小 打个伏击战 打个小骨小骨子 小小可啃蚕食 嗯 壮大 这叫战略上 他如果战略定错了 跟国军按拼 不要五次围剿 第三次就 就被干掉了 这要不然怎么会有 两万五千里长生 嗯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 是 毛泽东的战法上的非对称 嗯 老讲对日本也是非对称 嗯 我在 大陆东南沿海跟日本决战 我就完了 嗯 我非要把战线调整到重庆 大后方 拉到长江上游去 嗯 让时间拉长 那 这个是战略上的非对称 因为我们 实际上跟日本没办法比嘛 军备上没办法比 但是靠 地底很大 那台湾 用 空间换时间 没有空间 嗯 就什么三万平方公里 岛屿 岛屿还不说 百分之七十五是中央山脉 嗯 所以 你没有回旋的空间 也没有空间换时间 对不对 战法上 你要不要有个非对称 而不是武器啊 嗯 国军现有的武器 甚至于 跟美国买的武器 都不可能像 东风时期破解了 中美的核子平衡 嗯 它是非弹不重要 它是破解了核子平衡 嗯 以前大家就说 老美有六千发 核子弹头 老共只有三百发 那老共输死 输死 输死 输死了 我告诉你 原子弹不是比多 嗯 谁穿进来 那就谁赢了 因为 一个非弹进来 他分十个子弹头 嗯 小弹头 就是小弹头 一个小弹头 就摧毁 摧毁一个城市 他打到洛杉矶 揪金山 嗯 阿巴克基 通通都干掉了嘛 所以问题 美国为什么感觉到很shock 为什么航母要躲 就是拦不住 嗯 等他拦住了 他航母又要无洋味了 嗯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这个武器造成非对称 嗯 那台湾现在拿什么东西非对称 至少我很笨 我我我我没想到 看不出来 所以在军军事上面来来讲 当这次的演演训啊 我们不只是等他过去 或者说觉得哎呀好像又度过了一个危危机 大家又探出头来过正常的日子 没有这么的简单 就是说我们我们当然的起心动念我们不希望的有任何的战争发生在台湾 这这个是最核心的但是如何要达到这个目的就是台湾无论如何不应该承受战火这个是你最核心的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 所以以这次的演续的结果来看要靠军事力量是不可能的就是你一定要有军事力量以外其他的手段在战略跟政治的层面可是现在的政治失败呢是我们最担心的好那当然蔡英文总统在这这一次的这一次的就是危机的过程当中那第一个就是说因为因为佩洛西是你邀邀来的大家都不用装那你既然把佩洛西邀邀来了但是看起来对解放军的军演你又没有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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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都没有用来的 一些适当的回应可以去安抚人人心所以大家的看到的就都是些花花草草以及台湾的军方的按兵不动挂免免战牌好像面对这些演习无计可施的感觉那个对明星跟军心的浮动的影响是大的那当你说你说老百姓并不担心我说因为台湾是个岛屿台湾没有难民台湾的除了有钱人可以跑之外其他跑不掉的这跟乌克兰是不一样的乌克兰可以跑来跑跑去几百万 几百万人出去战争差不多了又几百万人又回来台湾不会台湾的你说叫大家跑大家都不知道需要要往哪里跑